昨天啊我们给您讲到了央视马年春晚大世纪之冯小刚赵本山这两大巨头的会晤 另外呢两位护法赵宝刚和张国立也参加了这次会晤 只是呢关于春晚的进展这几个人一直对媒体是三肩其口 巧合的是正在这个时候由张国立主演的电视剧老公的春天举办了发布会 哎各位记者怎么会放过这样一个好机会呢 于是纷纷举着话筒向张国立老师抛出了关于春晚的话题 小刚老师应该的状态吧他是比较亢奋很兴奋还是他也挺紧张的 因为这个大家都大家工作的规矩如果你们想参加关于春晚发布的话 这个我想春晚剧组会发出这个通知的 作为这个艺术顾问你自己的需要 那个那个发言人告诉你 面对记者们关于春晚的密集提问 作为艺术顾问之一的张国立三肩其口 真是应了冯小刚经典电影《甲方语》当中的这句台词 那我也不说了 春晚有春晚的那个新闻发布人 这个我不能月子不带跑 自然闭口不谈春晚话题 但出席电视剧《老公的春天》发布会 作为主演的张国立一身陶新装似乎心情不错 在电视剧《老公的春天》里 他以比自己小整整26岁的张经典谈起了忘年恋 同为四川老江又是儿子张默的大学同学 对于这个特殊的搭档 张国立自有一番总结 原来他在那个范围 范围的这个年龄算是相对 但是年轻点 后来他就找了春宝伯 你让他比范围的年龄大 但是他从来到学 他终于找出最好的了 比春宝伯的岁数还大 就是我啊 差距大吗 差距大 下次再那个岁数更大了 把我超过去 你还真打算追我们家小丽是吧 多大岁数了 什么条件啊 能不能又是私之之明啊 看来八年后演员张经义 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疏控 从以曝光的剧照和片花来看 其中张国立与张经义 复发一些亲密的感情性 那么成家多年的张国立 和刚刚新婚的张经义 是否都要向自己的另一半报备呢 跟经义拍这个 有点亲密系的 然后人心里的关子过 你要过什么关 你敢问我呢 没有没有 挺好的 这是你儿子的同班同学啊 你问的我真不好意思 那邓杰老师会把关吗 邓杰老师是这样的 他已经住在我的心里和脑子里了 他随随随地都在把关 我就会问他 说我有点紧张怎么样 他批评我 说你作为演员你点不不专业 他说我认为在 在一幕前 适当的裸露是美的 而且你作为演员 你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老爸和自己的同学在谈情说爱 不知道张默会做何感想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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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